字幕提供 好 來到今集的一個 列大夫中醫教室 列大夫你為何愈來愈累 是不是真的太晚和你做節目呢 都不是啊, 今天早了啦, 現在我們台灣11點啦 喝酒少啦, 減酒可能累一點啦 因為一件事在你的口中中說, 很不公平性的 不是啊, 減了很多啊 是, 由三杯變了兩杯四個quarter 不是啊, 四杯變了一杯啊, 你知道有人要升聖 由四小杯變成一大杯 欸, 沒有啊, 我說得真是很硬 減到四分一了, 減到四分一了 撿了十間, 再開十六間, 你好像這樣說話沒什麼分別啊 哦, 是啊, 那十間應該是大企業 那十六間應該是小店 沒錯, 那剛剛Steven之前和我錄了一集節目 他說台灣好像很輕旺啊 那你是不是有相同的一個看法呢 台灣是不是真的好像Steven說 哇, 很多東西玩啊, 很蓬勃啊 我只是覺得呢, 因為他呢 是在一些錢人飛來飛去的這個行業裡面呢 就是打滾 那我就覺得這個應該是局部 見到的一個現象 整體的台灣的現象是怎樣啊, 李大夫 嗯, Steven 說的是局部地區性來的 但是我一樣看好台灣 嗯, 因為我, 我剛剛看完你聰明仔 嗯, Steven 說, 有一句說 見到以前的香港 嗯, 這一句其實我在去年已經說了 嗯, 因為我是按照他的薪金結構的水平 嗯, 而且他通脹的比例來計算 嗯, 嗯, 而這件事呢 我見得到是真的 因為他是好像我們大概零 大概是零 大概是零, 五零, 六零, 七年的香港 嗯, 嗯 他的那個結構呢, 現在大約了 但是你如果在Fenton Mark, 或者在Seven 或者在一些基本的Vater Vatress 的工 大概都已經升到三萬八千台 一個月, 才可以請到一個月 那, 嗯, 嗯, 第二就是他本身 譬如, 好像我有時經常 post 那些, 譬如我吃飯 接著呢, 我就可以找些 當地的一些 基本的需求的飯店 譬如呢, 我就可能一百元台幣 或者一百二十元台幣 可以吃個餐飯 那, 大約三十元港幣 二十多元, 三十元港幣 這個數目呢 其實就差不多是零幾年的香港 因為現在香港呢, 我見有些朋友post 如果你說真的去茶餐廳 吃個ABC餐, 這個 拿破龍豬扒那些 起碼都是四十八九元至五十元 就是我們說的 只有六七十元一個luncher 嗯 不出奇的 所以那個數字是這樣 但是現在呢, 我們看到台灣呢 可能市面 包括好像上次, 我如你過來啦 好像市面有些蕭條 嗯 又不是見到很興旺 但是某一些行業呢 原來它又真是強的 就是不單止Steven說 可能他們做boker 或者做其他那些高端行業 但是呢, 他們那個消費力呢 是潛藏了在一些獨特的一些消費 包括網絡購物啊 包括一些, 我們叫做 東轉Asian那些工作 還有台灣人呢,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又是呢, 掩襲了這些中國人呢 本身的樓閘, 就很喜歡買樓的 所以他們那些樓價呢 是呀, 真的是很樓閘的 那些樓價不便宜的 我上次過都是, 挺高企 還有, 你以為他赤價便宜 但是你買個單位這麼大 你一計算一下就很耐心計 是呀, 不便宜的 我這陣子又在看樓的 因為我的興趣是看樓的 我去到哪裡都看樓的 比如去到英國又看看樓 看樓不用錢的 我希望你的興趣變了買樓 你興趣變了買樓 我就替你高興了 不就這樣看看吧 合價便買 不合價便買 但是台灣這邊的價錢是很瘋的 即是我們在說可能 你當是那個尺價 有時台灣的朋友 他們不是用平的 平即是土字哪家是平的 有很多香港朋友不懂計算的 我現在大概說一說 在台灣的玩法是怎樣的 平其實是乘36尺 意思是如果他說46平的 那你就46乘36 大概是千多 大概是千三四尺左右 但是這個就叫權壯 權壯的意思是權力的權 權壯的意思就是 他是包含全部的走廊 就像我們那些建赤一樣 但是他包含周圍的那些公園仔 不知道什麼鬼 所以他真正的實赤 不像我們香港 通常說是70至80%的實赤 這邊的實赤 很多很多的宅宅都是50至60% 所以大約你要找回你的樓盤 例如剛才看到大安區 大安區很貴 那個叫人養 我不懂讀那個國語 叫人養 還是人養 還是人養 那個樓盤的入場費 正常是六千多至八千多萬台幣 就是一千六百萬至二千萬港幣 這一個入場的 但是它的尺寸 就大概 它說的權壯 就是大概一千 一千二一千三 但是一減 那個叫公設比例 就是那個變成了十尺 這個結構 去到最後的尺數是多少呢 可能只有七百幾百百尺 那就是七百幾百百尺已經要賣接近二千萬港幣 所以你不要看台灣現在這個價錢這樣 為什麼有這樣的價錢 它仍然是樓市興旺的 因為它本身潛藏儲錢 和以前上一輩買錢的那股老人家 就是他父母 然後就會把錢傳給他 然後買一層樓給兒子和媳婦 其實就是中國人那些東西 但是我看到這個是潛藏的消費 為什麼你有時看到在免贈 可能他仍然都在貪小便宜 然後走去街上 買個便當 然後就打算八十元 原因是因為年輕人沒有辦法向上流 而不代表他社會沒有錢 台灣的社會那個民間的財富很大 很厲害 所以 那你還有很多企業的 那你始終又有台積電 又有富士康 那你騰騰騰騰騰騰 都有很多的一些上游的人是賺大錢的 是不是 是啊 不過其實還不止的 因為 譬如我最近 因為被高手傳染了 然後都在看那些器槍 玩具槍 我們叫做 原來 全世界最大的 低動量的 玩具槍的出產 就是超過八十百的台灣出產 所以台灣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他做實用的 他不像香港 我們叫做中介 做agent 做金融 這些是浮的東西 是利用別人的東西 然後借力賺錢 但是台灣呢 他是做廠的 他很多這些廠 他佔了全球 很多的類型 無論是農業 還是任何的生產 他們潛藏那個 發展的潛力 是會比香港更加厲害 而我自己個人覺得 如果在未來 台灣真是安全的話 其實台灣在未來五年至十年來 應該會超過香港的薪金 就是年輕人薪金 我說正常大概六萬元台幣走不掉 就是十年內 升到六萬元一個新畢業的大學生 他能夠拿到六萬元台幣一個月 這個很簡單 六萬元台幣就是為 一萬五千元港幣 一萬五千元港幣 現在都是香港大學生的一個水平 他都要八至十年內 才能夠追到這個水平 看看香港是否爭氣 不過現在香港 不是在玩龜兔賽跑 香港是在玩點蜜賽跑 兔仔被人點了蜜 後面的烏龜 巴西龜 大海龜 全部都在走上來 就算龜兔 你不動 也有機會被人們衝過 看看李家超他們的港共政府 多玩一些城市經濟 看看能不能幫忙 不過列大夫 你跟我說這些 我都沒什麼興趣 我反而希望 你去一些八大行業 看看是不是真的很興旺 真正正一個地方興旺 就一定是八大行業興旺 八大行業不興旺 這地方一定不興旺 你看到香港 八大行業不興旺 你就知道一定是不興旺 是吧 麻雀館都要搞心導遊 教別人打麻雀 那你真是死得了 說真的 多人打麻雀 你怎麼會有時間 出來跟他們搞心導遊 是不是 沒有啊 我帶不到你去的了 我跟葵哥一樣 又不叫計 我真的很想你有機會 帶我去見識一下 台灣的八大行業 我就可以 直接了解一下 台灣的一局 的民生是怎樣 不要編在一邊 大家說的 都是很局部 我看不到全面 但真實反這個全面 一定是八大行業興旺 是否飽亂 下一句是甚麼 列大夫 知人容 就是 你一定要希望 你下面 每個人都飽亂了 那就去下一百大行業去玩 這樣才是厲害的 對不對 是啊 很厲害的 不過我真的喜歡台灣 有一件事 你貧富去消費 都有你自己可以找到餐吃的東西 你不止香港 沒有一些比較平民化的便當 供應 各方面的東西 就算我們那些 所謂的兩頌飯 現在大家都吃到秒了嘴 那你也不見得特別是便宜 對吧 就是跟我們以前 就是在香港裡面 你去到這個區 就會在這裡便宜些 你在中區又會是貴些 那就是你起碼有一個 層次上面的一個分野 但是現在 無論你天水圍也好 或者你是中環也好 銅鑼灣灣仔 尖嘴 全部都是一粒 一粒都只有一個貴字 這一個是香港裡面的朋友 生活得太辛苦的地方 我們講開有吃東西 吃東西當然要靠一把口 靠一把口 要有舌 舌舌 還有牙齒 還有最重要就是 煙喉 就是要吞到東西 那阿列大夫 我想看中醫裡面 就是你們的角度 口腔的護理是包哪幾樣的東西 就是我個人認為 是不是應該是牙齒 牙肉 舌 還有煙喉 這個範圍都應該屬於 全部都是口腔科的東西 都是的 雖然我們中醫 就不會特別去分一些西醫的分科 包括我們俗稱的五官科 五官就是眼耳口鼻 但是如果你說剛剛針對牙齒附近的位置 我們叫口腔 口腔的位置 在我們現在香港的西醫 就一定要分科牙醫 所以它治療的範疇 都會計算過 譬如牙床 你的眼睛 你的牙齒本身結合 無論是法朗質還是牙神經 或者你的口腔內部 本身會不會容易出現一些肌肉的一些萎縮 然後導致你的牙根 沒有辦法插入骨裡面 導致有一些提早退化和脫牙的狀況 這個就是現代的牙醫科 牙醫和西醫是兩個系統 但是我們中醫 我們就會看待大一個區域 包括剛剛你說的 可能煙喉位置 可能你的口腔內部 融融山菲枝 你的牙本身的結構 會不會不穩陣 或者是老人家 然後牙牙會鬆脫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嘴唇 嘴唇就是我們平日看的 我們看那個人的嘴唇的顏色 我們大概估計到他身體的健康狀況 所以嘴唇也是一個診斷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位置 其次就是 譬如有些人 他可能食煙太多 飲酒太多 夜睡 先天遺傳的問題 一些血小板或者血系統 出現了造血功能的障礙 或者一些神經的系統 提早萎縮 或者一些糖尿病的問題 那麼他就有機會導致到他的牙 如果大家了解到 可以看一張圖 好了 看到門牙 中間或者去到犬齒 然後都見不到枯齒 這裏就是大牙 但是你看得到 他有個三角形的 到三角的位置 其實我們從來都是看 那一個人 叫口腔牙的健康 究竟會不會出現了一些 開始偏白的狀況 好了 有很多的朋友 他開始有一些牙會鬆脫落的問題 第一步 我們就會看到牙人的健康 就是牙玉的健康 牙玉呢有很多人 是會偏白的 那其實他因為那個血液的貫注 是足夠的 是的 就是OK 這個OK 一下子有些白色 在牙齒裡有一條白白白 彎彎的 大狀 是啊 但是你說過份紅 就不行 可能他是長期冠血或者發炎 但是如果長期出現偏白的顏色 其實他的營養是不充足的 有很多的老人家 就是我們說 不用很大的 可能七十幾八十歲 他已經開始鬆了 那些牙 第一 要注意 洗牙只是一個 我們叫做 減低了 他出現了一些 拼發和感染的問題 還有令到牙人健康本身不好 其次就是 如果他是長期出現白移距的四隻的智慧齒 可能他本身是三歪的 那他同一時間就會迫住中間那二十多隻牙 那他就會開始移位 然後壓鬆了他本身那個牙的根 所以呢 有很多的牙醫的方面的知識 其實我是一個緣份來的 上次就在烏江達認識了一位牙醫的前輩 那這位牙醫的前輩呢 咦 等等 他本身打算今天約我 我又沒有展示他 因為呢 他是台灣的其中一個角手來的 那他是 就是台灣牙醫都出名的 那他在香港都執行行醫了很多年 那他就是 絕對絕對反對渡牙根 那因為呢 他是 建議呢 真正要保養的牙 就像我們中醫的見解那樣 你首先要預防 你就不要呢 就等到他出現問題才去處理 然後有空去驗一下那個牙 包括你的牙肉 包括你的髮狼質 包括你會不會過份暴露 就是那個牙 你的牙肉會retreat的 因為你會收縮的 如果牙肉收縮過多 證明了你身體內部是有問題的 嗯 或者你本身的牙的結構擺位出現問題 就是不單止只是講自衛齒方面的問題 我自己呢 大概在八九年前 我記得我拔了兩隻自衛齒 那時候呢 我就直接辛苦到我要停診 我直接是看不到症的 因為呢 剝完那個牙之後呢 其實是腫了 我只是腫了四天 嘩我好像給了太神一個左勾拳 一拳封下來 原來臉是大於現在兩倍 但是你說這些 是不是真的要必要的去剝牙 或者要做那方面的牙醫 牙科護理呢 你一定要找回專業的牙醫 因為呢 這一方面呢 無論西醫還是中醫他都幫不到你 最多 譬如西醫你開些止痛藥 好了 中醫開些清熱藥給你 但是這些不是針對病因 所以為什麼這個世界呢 我們從來有幾個科呢 是不是中醫西醫的範疇 就是我們第一包括牙科 第二就是包括眼科 這兩個科呢 不關西醫事的 可以嗎 他可能是用一些科學 或者西醫的系統 或者一些現代見解 來了解那個病情 但是記住牙醫和眼科 根本不是遞屬於西醫系統 這兩個 這兩樣東西呢 你一定要找回專業人數 很奇怪 如果你在中醫裡面 牙齒和眼睛 都是另一個途徑去研究的時間 以前的一個 中國人 如果在缺乏口腔衛生的 一個研究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很多人都很早就有一個 牙周病 或者牙齒剝落 或者鬆絕的現象呢 就是我們經常都見到 有些國畫也好 有些老人 瘦腳鱗殉 頭髮就脫了 一折羊 然後就拿了水煙在那裡吃 然後抹大牙的時候 那些畫像就見到牙齒是沒有的 那是不是都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普遍以前 就是沒有現代科學 進入中國的大陸之前 整個華夏的地方 牙齒的護理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 可以說是很健全的一個保障來的 其實肯定的 因為這個 不單止是以前古代中國 包括在十八九世紀之前 就是在十七八世紀前 這些學科 在未盛行之前 任何一個叫做未文明化的地區 其實他們本身對於牙齒的護理都是很差 不過我們中醫 我們擅長根本不是牙齒 我們根本不是一些 譬如 你會不會有一個科是專門搞指甲的呢 指甲還容易處理 但是反過來 以前古代的人 又不會剪指甲的 好了 第二就是 他們本身拆牙洞 和口腔護理 我們其實有方法去減低他的口氣 但是口氣 我們是針對腸衛不適 和消化功能降低 而導致口氣 你說真的要清潔牙齒 以前不是說有些傳聞 然後可能找些茶葉 然後找些茶葉來清洗 那其實是物理性的摩擦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牙齒會變得結白呢 那麼這件事 就一定要依賴現代的化學 有Floride 有一些新的配方 會導致牙齒結白 那麼你的社交就不會有障礙 好了 但是你說回到我們中國的地方 以前古代、明代、清代 其實在很多的文獻裡面 都記載了 當年在清朝 開始西洋人過來拍照 他拍攝那些農民 那些基本的勞工 他們那些牙齒 你不用耐久的 去到五十歲 五十多、六十歲 已經甩掉了 然後又黃又盛 然後又全部不夠營養 但是我們以前中國古代的理論 都是有說的 正常牙齒要甩掉 就差不多過七十歲才甩掉 但是為什麼那些照片會這樣顯示出來呢 是因為清代的中末期 經濟差 接著那些人就開始營養不良 然後就導致到他身體本身 不能夠足夠的營養給他的根和牙齒 然後這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說了 中醫角度說 骨是跟牙齒有關的 這個都是透過我們的腎水 腎水是好的 你的牙齒就會堅固 但是我們就仍然都未能夠排除了 剛剛說的 譬如他忽然間 打橫插兩隻 日智慧齒出來 或者他又真的從頭到尾又不測 接著他又喜歡吃酸甜骨 然後呢 吃完之後呢 那些肉舌 那些肉舌 又舌在牙齒 又未發明牙籤和牙線 好了 這些問題就會導致他自己的牙肉的健康出現問題 所以在現代的角度 我自己呢 其實就真的不多洗牙 但是我就大概 你預料我一年多 我一年多才洗一次 這麼久 如果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可以接受到我的牙醫呢 我一年起碼要洗兩次 現在我過了來之後 我差不多一年了 我還沒洗過牙 因為我上次回來香港 我洗了牙 剛剛捉一年 我都差不多要洗牙了 洗牙是一個 有些人當風水師 叫你新精頭前洗牙 就是我們不說那些 我們只是說 其實洗牙洗太多又不行 洗太少又不行 所以我為什麼會放大年齡呢 因為我自己 雖然我真的有煙有酒 但我煙又不算真的很多 不是去到區頭那麼厲害 那狗呢 現在又減緊 但是呢 我就會堅決執行一件事 就是我一定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覺前 我一定會去洗牙 這些是基本的 那這個過程呢 是相對充足的 但是我們要說回現代的保健牙呢 其實就有很多朋友 就會用一些很硬的牙刷 或者一些毛 很硬的 我們就不太建議 因為呢 其實呢 你用硬和軟呢 你本身真是髒 你有織 其實你硬和軟都刮不掉 我們的建議就是 你用一些相對 中度至軟度的牙刷 那些毛的軟度 那個牙刷 然後呢 就拆回你的牙 你就基本做起碼有牙膏 又令到你的口腔 每一個髮狼質 和每一個牙的位置呢 都可以 是沾染到那些牙膏 然後就拆回那個水 好了 但是以前古代中國呢 其實 你這樣問我 我都 不能夠說得很清楚 因為以前古代 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圖案 是去如何保養牙齒 它只是圖案記載了 你的腎氣好 你的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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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容易 那麼容易脫牙 但是它只是針對脫牙 就是自己脫落 就是營養差的 脫落的方案 但是你說如何 控制感染啊 脫了一隻牙之後 怎樣處理啊 如果你真的發炎又怎樣 其實我們都會用回 譬如 清熱解毒的方法 譬如覺得你是一個胃火的問題 然後減低了你的發炎的機會 但是不可以消毒 我正在想 以前古代中國的人 的口不是很醜 就是不知道他們 會不會有一個 狼口的習慣 但是我唯獨是 猜到的就是 如果他用喝茶 或者喝這些綠茶 希望可以是 吃完東西之後 做個茶 其實就是在飯後 用茶來當瘦口的 這個practice 而令到他瑕疵減少 受感染的機會 或者幫忙去這些 骯髒的東西 但是其實都減不到的 你說真的喝茶 就是不說紅茶 黑茶那些 你說茶可不可以去織呢 茶喝越多越織 是啊 是啊 他根本不可以去織 但是 茶本身有清涼的作用 確實可以減低了 口腔裡面的一些 還有通拆了 他本身可能吃完飯之後 那些牙齒 然後就有些織 有些牙齒 有些 譬如 酸味 有些甜味 他會沖走了 但是不代表可以完全清潔 但是很過癮的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朋友是 包括有情緒的壓力 然後他就會覺得自己的牙髒 然後不停地擦 不停地清理 不停地清潔 然後用很多很強力的 一些手水或者牙膏 但是往往 這類的朋友 他的牙肉的退化 會更加嚴重 我們可以說是中文之道的 正常 你一天 一至兩次 然後平日 譬如我們喝完有職的東西 包括紅酒 咖啡 你就立刻 很快的 我慣性 一喝完一杯咖啡 我就立刻 喝半瓶水 然後立刻 用一條舌頭 以前 古代中國 是不會有一個 這一類的清潔的過程 但是 就算不清潔 會不會說真的 對於你的身體 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那個差異 真的想像中那麼大 我們第一步要想 過分清潔 好像有一些情緒病 壓力的朋友 他不停地去查 反而會導致他 損傷了他的髮廊質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長測 測多少次 可能他一喝一口東西 一吃東西之後 就去查 因為我們以前見過 一些病人是這樣的 反而他的髮廊質的磨泄 是比那些 一天只查一次牙的人 更加嚴重 髮廊質其實是在牙外面 外面那一層保護膜 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第一 營養不足夠 有牙周病 牙韌和牙肉 會本身萎縮 然後就會導致他生長不好 生長不好 他的髮廊質 其實再加上 你不停地磨泄了 之後 一碰神經 你就會痛到彈起來 所以我們建議 在現代的 叫護理學 牙科護理學 的一個 一個理論的情況下 我們說 基本就可以了 你就不需要很多 但是如果你說 真是說 跟回以前古代的 這樣東西 真是無稽之談 真是沒有辦法幫到你 這個完全是跟現代牙科護理 是兩馬子的事 那我想他們還有一些牙籤 牙籤都是我們很普遍的 是見到的 以前我記得我爺爺媽媽 他有一些大陸帶回來的酒訊 就是拿一些竹枝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李大夫 一些很小的 一條條的竹枝 是用來去拌牙的 我想這個都是 他們唯一一個 就是吃完飯 就是拌牙 就是把牙裡面的 骯髒東西 拌了出來 但是我覺得 如果不拆牙 或者令到裡面的 一個細菌 一個的肢長 就是第一 就是要有味道 第二 就是會令到你的牙肉 就會 好像你這樣說 有血 發炎 而之後你的牙齒就會鬆脫 反而我真的 還在想著一個問題 就是 那你古代的中國人 一樣會喜歡吃甜的東西 也一樣會是口腔不健康 或不乾淨 會有蛀牙的情況 那蛀到一個個洞 大家個個都痛不欲 身都不得了 是啊 所以真的出現那個病理的情況 你說 真的脫了牙 我們還是會說一些藥 類似你當金瘡藥 我們會有一些粉末劑 一些散 我們叫做 那種藥物 其實你當是 類似西瓜商家雲南化藥 這一類的藥物 其實它可以止血先 以及它可以控制感染 然後萬一真的那個老人家 可能那個老人家是四十幾歲 以前古代 然後脫了牙出來 你就醃一些東西進去 然後呢 就令到它不會繼續感染 然後它的發炎症狀減輕 但是這個是出現了 在以前古代的世界 但是 為什麼你剛剛說吃糖呢 其實很有趣的 在明朝我們叫做 大概一四五幾年至一四八幾年 剛剛明朝的初年 大概是萬曆年間 其實那時候才開始 啟發了一個糖的事業 所以你問再之前的時代 包括糖朝 宋朝 其實本身的糖不是人類的必需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大概去到哥倫布大交易 我們說一四五幾至一四八幾年 才開始啟發了整個美洲的市場 然後呢 如果你記憶中 當年為什麼出現這個 美國的獨立戰爭 和南北戰爭呢 其實是真的為了欠棉花 和欠借糖 然後開始在不同的地方 開始搶地 然後就找黑龍 然後種一些借糖出來 因為糖分是可以調味 同一時間是這個世界 就是當時那個世界最棒的產品 然後呢 全部的糖就銷售到全世界 所以在明朝的中業之後 才開始吃糖的 如果你說兼加糖 這類叫 平日以前吃果糖 你當以前很有錢嗎 以前明朝那些 一般民眾 一些百姓 一年可能吃兩次肉 所以 不是好像我們現在 現代人這麼奢侈 我們現在的生活 生活的生活標準 已經比以前古代高很多 所以他們接觸那些 添加糖 和額外加入的糖的比例 是遠比我們現在的現代人少 所以你說 那麼少接觸肉吃 是不是會令到牙齒患病的機會 也是少了些呢 不是 肉又沒有關係 肉又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那個人 是長期不吃肉 他的牙又會萎縮 因為他的肌肉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說 一個平衡 可能以前古代中國人 他出現牙 不足夠的機能 和牙是脆的 營養不夠 反而因為他們不夠營養 而不是因為吃太多糖 但是現在現代不同了 去到十七八世紀之後 工業革命 然後糖就開始不斷推銷了 還出現了一些朱古力 糖 糖果 就是很多不同類型的 這一類食物 反而會加重了牙 牙科的要求 所以你問我古代 那些人脆牙 應該是不夠營養 但是現代的人脆牙 是因為太甜 太多東西 令到你的牙 是會有細菌之長 而繼發牙周病出現 明白明白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回來第二節 講一些口罕問題 OK